时隔16年 波音再度面临大罢工危机 超过9成投下赞成票 多达3.3万人 也就是波音近两成员工参与大罢工 而且工会投票才结束 波音员工已经开始上街头 波音喊出四年涨薪 25%外加医疗和退休金补助 外界看来超优待遇 对员工来说资方让度幅度明显不足 只是这场大罢工不止冲击生产线 包括波音销售王737MAX 777客机和767货机 连带波音供应商也难逃波及 波音上一次大罢工是2008年 当时双方僵持57天 波音损失至少20亿美金 不过近几年波音飞安意外不断 过去6年已经损失高达250亿美金 这场罢工带来的经济损失 恐怕只会超越上一次 如果波音说我们是最好的 他们必须我们最好的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